大家好,我們回到第六部 講一言二次方程的應用題 應用題相對上在這一課 難度不算太高 只需要大家納一條色出來 你去處理的時候 無論是用音色分解 用Square Root 即是開方 用這個二次方程都可以 二次公式 如果是這些簡單的問題的話 甚至用初中的概念 你去試一下數 其實都有機會做到 但anyway,我們都試一下做吧 例如第一題,他說兩個連續的正偶數 英文同學就是寫這個 連續是Consecutive 這個字是要認得的 正,即是positive 的偶數 即是even numbers 兩個連續的雙數 的平方 記住了,中文同學 平方這個字不要混亂平方斤 平方是二次 的和 即是加起來 的sum 比起兩個數之中 較大那個數的20倍 要大多4 所以我們要找兩個數出來 一開始要let let let就是x 如果x是小一點的數 大一點的數是多少 記住 所有雙數之間 或者所有單數之間 都是相差2 所以x和x加2 去做那兩個數 去做那兩個數 那條色就會是x的2次 再加這個x加2的2次 就會等於大一點的數 即是x加2 乘20 再加多4 那條色就是這樣 你可以兩邊分別爆開先 x2次加 這裡是a加b的whole square 所以是a2次加2ab加b2次 如果這部分不熟的話 那真是花一點時間 找回中二的行等式 由這個a2次-b2次開始 去到a3次加b3次 都要認識的 等於這邊 20x加40加4 然後再做一個步驟 雖然你可以直接用2次的公式 但我也慣性做多個步驟 因爲如果因色分解的話 你做之前就要抽一些大家都有的因做出來 在這個case大家都是2的配數 那我抽2出來 x次-8x-20 ok 所以你可以做這個2次公式 但那些數一定是好的數 因爲它說是連續的正偶數 所以這個你也可以因色分解 交叉相乘 心算的話 其實都勉強做到的 就是x-10 和x加2 是不是很漂亮的數 所以x就會是兩個答案 一個是10 或者 負2 但由於我們x一定要是正數 所以負2這個答案就是reject 寫去 如果你這裡就是圓的話 或者你不記得reject的話 你就會沒有了1分 因爲最後的答案 我不是要10 我只要兩個數 分別是10 和12 這個才是答案回來的 第二題 兩個正方形的面積之和 是89 其實如果我給一個初中同學去做的話 他可以不斷去試 因為89不是一個大的數 你可以不斷去試 例如x代3 x代4 但是你說不是的 我想真的名正言順 唐狼正正去做這個數 也不難的 就是 邊長的二次 就是正方形的面積 所以x加1的二次 再加 括著2x 先至二次 就會等於他們加起來 89 所以x二次 加2x加1 加4x二次 減89 這樣的話 x二次就是5 再加2x 最後不要忘記 有個加1 加1 減89 即是減88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你可以按機 但是 因為按機的話 你也要調轉 寫出來 所以我就決定用這個二次的公式 x就會等於 -b加減開方 b二次減4乘5 乘以-88 除以2乘5 按機了 先按開方後 2的二次 -4乘5 乘以-88 1764 是一個好數 因為開方後 42 即是說 -2加-42 除10 先寫了這一步 因為很容易會忘記了42 所以有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2 先計算小一點 -2-42 再除10 就會計算-4.4 就是-4 明顯地 x不可能是負數 因為是長度 所以 reject 第二個答案 就是-2加42 再除10 就會是4 所以 4 就是x的答案 還沒完的 這是partA partB 就是找你較大的正方形的周界 不難計算 因為是2乘4 再乘4 再乘4 所以 就是32 cn 最後 第三題 在任何一個n邊形之中 對角線的數目s 是用這條式去計算的 n乘n-3除2 這條式我想先講一講 因為教圖像的課 是會用到這條式的 為什麼會n乘n-3除2 舉個例子 如果我有一個六邊形 我在任何一點 例如我在這一點出發 我可以有幾條對角線 它不可以去左邊 因為它就不叫對角線 就是它不可以去這一點 這個不行的 這一點也不行 因為這條是邊界 就不是對角線 它也不可以去回自己 那就是說 對於這一點來說 它可以去哪一點 它可以去到 這一點 可以去正對面 也可以去到 下面這一點 所以 如果我是在這一點去計算的話 我就有三個 我對面的點可以形成對角線 這裡有六個點 那就是說 我是每一個點都可以乘六 所以 n乘n-3 減3 就是減自己 和左右 最後 這一點去這一點 為之一個對角線 但是反過來 都是同一條 每一個點之間 好像握手一樣 我和你握 和你和我握 是一樣的 所以我就要把這個對角線的數量 除2 所以 例如是一個五邊形的 那也是 在這一點出發的話 你不可以去上面 不可以去下面 不可以和自己 或者只可以和對面那兩個 那你的對角線的數量 就會是 5-3 乘有5點 再除2 所以 就有這條公式 Anyway 這一部分的重點 就不是在於這條公式怎麼來 而是它給了你的話 你要做的就是運算 在一個八邊形裡面 即是說 n等於8 對角線有幾條 那不難計 那s等於 8乘2 8-3 除2 玩代數而已 所以4乘5 20條 但是反過來 plugb就是問你 如果我有一個n邊形 它是65條的對角線 問你n是多少 65 是代到哪裏 代到s 即是65 等於 n乘2 n-3 除2 2乘上來了 即是n乘2 n-3 等於130 你可以在這裏爆開也行 一開始就爆開 n二次 減3n 再減130 等於0 你可以按機 也可以用二次公式 但anyway 怎樣算也好 你一定知道 n是整數 因為n是n邊形 不可能是3.5 5.67 之類的 所以你可以按機 我就決定用二次公式 負3 加減 這個 b二次 減4 a c 除2a 然後按機 就會有這個 負3 二次 減4 乘1 乘1 3 0 開放之後 很漂亮的數 23 所以 即是說是3 加減23 除2 那你就會計算多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3 減23 除2 就是負10 另一個就是3 加23 除2 13 明顯地 負10是要reject 23 所以13 就是你的最後答案 OK 這部分不算太難 這一課最難 反而是最後的部分 牽涉到alpha 就是data 那部分我會有份extra的工作址 大家想拿去問我拿 那部分可能會講兩部分 分多兩點去講 所以我們最後一部分會再見